这双狂潮5是我认为安踏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双篮球鞋 今天到了一双新鞋安踏的狂潮5代 这个盒子就蛮高级的 上面的纹路有点像鳄鱼皮的感觉 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鞋盒上面有这双鞋子的一个拆解图 并且在哪个部分采用了什么配置都有详细的说明 这双鞋子我购买的是这个波合绿配色还是蛮好看的 尤其是侧边它的这个电镀渐变非常的帅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双鞋子的一个配置 鞋面采用的是这种沙网的编织 两侧有TPU的补墙 并且鞋头这里还有一个外底的上翻 整个鞋面的一个包裹性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它的透气性会稍微减弱一些 这双鞋子采用的是一个内靴式设计 两侧这里采用的类似于欧文8的一个绑腹系统 后面两组是有两组的飞线 整个鞋面的一个锁定感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高脚背的朋友们建议试穿之后再购买 后跟的它的这个海绵填充非常的厚实 整个后跟的一个锁定也比较强 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厚这个海绵填充 这个侧边的TPU分成了三段 不仅整体的颜值非常帅气 而且它的效果也很不错 上面还有标注每个TPU它的硬度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防侧翻角终于不卷边了 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中底配置采用的是全掌的淡科技鞋垫 再加上全掌的淡科技中底 整体的感觉给我的是偏韧弹一些 并且这双鞋子的重心很低 中底采用的是一块长方形的碳板 这个碳板没有延伸到鞋头 它只是为了增加鞋子的稳定性 并且旁边还有一个异形的TPU加固 鞋头这里单独又有一个TPU 我们在登地时可以有推动力 可以感受到 最后这个外底全掌采用的是一个 橡胶的水泥刻性外底 防滑耐磨效果都是很不错的 总的来说 这双五开的欧文同款狂潮五 性价比是真的很高 这个全掌的配置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 你会选择这双鞋子吗